微信上有这三种行为的女人迟早会出事,很准 岛屿,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 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在低头玩微信 那么在男女交往当中,微信上有这三种行为的女人 证明对你其实没有那么在意,迟早会出事的 一,跟你聊天一点都不积极,总是敷衍了事 女人要是真喜欢你,那她是不可能会敷衍你的 敷衍是因为你并不重要 爱你的女人恨不得天天黏着你,怎么会敷衍你呢 如果你发现她总是经常敷衍你,跟你聊天一点都不积极 总是你问一句,她回一句这样的话 那就代表她的心里其实并没有你,那你还谈个啥子 二,经常聊着聊着,不说一声就没有回应了 不管是恋人之间还是朋友之间 这种情况大家或许都遇到过 所以男人们,有一种女人经常是那种你和她聊得好好的 突然就不跟你聊了,也不说她去干什么了 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也不会解释 所以呢,要是你们正式交往,还是要好好沟通一下的 不然她离开你只是时间问题 一旦遇见合适的人,就会一脚踹了你 三,在微信上和别的男人拎不清 男女之间即使有蠢友谊 也要注意自己对象的感受 毕竟男女有别 有些个别女性呢,热衷于跟男人搞暧昧 并且动不动就跟他男人要红包 男人也都不是傻子 之所以会给你钱花,肯定是有所图的 其实女人心里也清楚 但还是如此 这种女人娶回家还是要三思啊 结语 以上三种情况呢 男人们还是要注意了 能及时沟通解决是最好的 不然人走茶凉 不过要求女人老实忠传的同时 男人也要做到 才有权利对女人吃素花椒